如果你兩個國家是在競爭的情況下 對抗的情況下 這會被視為是一種挑釁的行為 那你面對南韓跟美國 這樣子大規模的聯合軍事演習呢 這個北朝鮮呢 就像我們說的 他當然不會失落 也來一個三軍大集結 幹嘛呢 聯合同心晚會嗎 我們來看這一則報導 朝鮮半島近日情勢緊繃 北韓國一電視台 昨天又播出一段 各地舉行軍民團結大會師的畫面 所有人高呼反美抗韓的口號 現場數萬人集結 場面盛大 這幾場大會師 分別在咸進南道 黃海北道與南普市舉行 不過集會日期不良 由於南韓與美國的聯合軍演 將一直持續到四月底 加上日前 安理會又通過對北韓的指財決議 因此北韓近來動作頻頻 不斷放話 對美韓進行報復 嗆聲意味濃厚 這麼多人一起集結會師 何其壯觀啊 不過俗話說得好 這個一發不可收拾 現在呢兩韓的一個關係 感覺起來好像真的還蠻難收拾 而且呢北朝鮮這邊呢 面對了你南韓的這個軍事演習 這個根據報導 炮門都已經打開了 那這個大炮對著你是要幹嘛呢 聊天呢 當然不會有好事情 到底有什麼戰略上象徵的一個意義呢 就要問紀文 熊衛 這類似的場景絕不是似成相似 怎麼樣怎麼說 對國際局勢每次緊張 總是會糾集大批人在那裡抗議示威 不用我們在街頭也常看過 反正要撞聲勢啊 一定要繞人啊 是你記不記得伊拉克 這個巴格達 還有利比亞的這個首都 利利波及 當年聯軍或者一些反抗軍 將要爆發戰爭 都是集結大批人 就大家就先 反正輸人不能輸政就對了 哇那這樣這麼多人很麻煩 不過朝鮮半島形式不一樣 北朝鮮是有絕對能力強攻南韓 對我們都知道北朝鮮其實軍力很強 特別是這幾年一下發射火箭 一下發射這個彈道飛彈 這三部是又跟你這個核四一下 沒有錯 其實距離它擁有核武其實越來越近 而且先前核試爆都已經成功了 那一次試爆成功好像就說 他們已經有能力要做出核子彈了 對那美國後來反省 我十年來跟你談了這個無數次 結果發現你這個核武越來越距離 哪天裝到彈道飛彈 打到我美國本土 這已經不是一個這個遙不可及的夢想 而是快要成為事實 你知道北朝鮮有哪幾個王牌 哪幾個王牌 第一個當然就是各種飛彈 從華城系列到這個大補動勞動 污水端等等 其實幾乎射程已經涵蓋 美國在亞太地區的主要基地 所以他不是說著玩 他要打就可以打 未來美國人認為可能五年以內 他可以打到美國本土 而且可能配備核彈頭 這是相當可怕的狀況 那這樣不就是非常大的一個威脅嗎 是 那我們遠的不說 除了這個彈道飛彈以外 北朝鮮他擁有龐大的特種兵 他特種兵有多厲害 而且訓練很有術 從以前就很嚴明 他特種兵大概有九萬人左右 光特種兵就九萬 而且過去以來實際執行過好幾次任務 包括1968年襲擊青瓦台 太恐怖了 那就差點打到人家總統府了 後來還潛伏到東岸 搭乘特戰潛艇 跑到韓國路上騷擾 結果韓國部隊集結大兵人馬 這個擊戰49天 結果韓國方面陣亡十幾人 平民也有七八人死亡 感覺真的是他們還蠻凶狠 在人家的內陸打就有如此的戰力 所以北韓的北朝鮮這個特種兵 是像是讓這個美韓部隊 相當頭痛的一個部隊 另外就是北朝鮮還有強大的炮兵部隊 炮兵 對大家認為在這38度線 以北近距離的地方 他在部署一萬一千門各種火炮 光是火炮 還不是飛彈 是炮 就一萬一千門 包括牽引式的 自走式的火箭炮 更重要的這些炮藏在地洞裡面 那所以北朝鮮揚言十分鐘內 讓這個首爾成為火海 他這個炮兵就是重要的王牌武器 是起來有據的 哇 還不是說開玩笑 是真的如果他真的全部一萬多管轟出去 是有可能成火海 所以對於北朝鮮這個 積極大批人馬不能等閒四肢 其實他真的滿起來幹的話 南韓真的會受到重傷